大家好,这个是福南省长山寺跳马针 大家看到这个牌子没有?左宗堂末 今天我就是要去拜演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左宗堂 先带大家来这里看一下 左宗堂自济高,福南相依人 清朝某年乡军将令,洋务派水令,承认两江总督 1875年,多半新疆军务阻解了俄英对新疆的庆愿 中法战争时,多半福洁军务著有左文相公权记 1885年,命辞于福州,此年归战于此 1986年大修割,以前可能是没有回墙的 以前的墨我没有见过,应该没有这么大 福南省省纪文武保护单位,左宗堂墨 左宗堂是我们清朝晚年的四大名城之一 四大名城我们福南扎了两位 另外一位是珍贵凡 左宗堂也是我国近代借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私下家 好,现在大家跟着我去扮演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好,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爬一个楼梯 刚才爬了一个楼梯了,这是第二个楼梯 旁边是松别,这个两边也是松别,这是那个小松别树 现在爬提三个台阶上来了 左宗堂也是一位坚决抵御外来清越的民族英雄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叫左宗啊,左大臣,我不应该屈服其名 屈服其名,我感觉我不够尊重我们的民族英雄 我现在要给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左宗,鞠躬三个 我是特别的崇拜我们的民族英雄的啊 我特别的真的特别特别的崇拜他们 在我们湖南啊,近代出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啊 现在就出了很多的革命知识啊,革命英雄 很多回国家付出生命的革命电视 啊,大家看一下,公元1985年9月15句 大学士,这应该是个光明嘛,我不怎么了解 左文相公字幕 左宗唐大臣,有一支名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啊 他有一支非常有名的名言叫做 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 非黄腾达之巨,不被人欺 而不被人欺负了